大家好,我是雷槍 日服FGO最近開始了 2.6.5思想顯現界域的先行活動 原本說6月上旬才會開始2.6.5 沒想到昨天就直接開始開幕值錢活動了 除了登入有送各種綠方種子金蘋果以外 最重要的是居然事先就把軍事坦田11式放出來讓我們去抽 實在是讓人非常意外 所以這部影片將會跟大家聊聊最新的十抽五星《軍事坦丁》 那麼還沒訂閱的就記得按訂閱以及追蹤我的Twitch直播間 方便哦,長看和討論更多不同從者的攻略哦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吧 《戰術殺癮影片》 青萊達 軍事坦丁11式 任意提升自身MP物量50%一回合 嘲諷一回合同時星星獲得20顆 進而提升我方全體攻擊力和紅卡性能20%3回合 並且如果是有羅馬特性的話 還會再提升暴擊威力30%三回合 第3NP自衝30% 暴傷提升30%三回合 並且每回合星星獲得10顆持續三回合 如果自身退場的話 會把這個狀態移交給自身以外最尾端的從者 持續三回合 由於G3影響NP自衝和退場效果 G2影響爆發力 所以個人建議優先疊滿G3 再點G2和G1 寶具則是紅卡輔助寶具 會先提升自身的紅卡性能三回合 以及賦予無敵一次一回合 再提升衛方全體的防禦力100%一回合 同時賦予羅馬友軍5000固防一回合 簡單來說 11世就是一個專門輔助羅馬特性從者的高性輔助 而且對象主要是以紅卡輸出為主 技能組所給予的即時產星 紅卡性能提升以及爆傷提升都非常直觀 而技翼的嘲諷和寶具的無敵上方 都能讓他成為隊伍中最堅實的肉盾角色 不只如此 他最大的特色還在於G3的自身退場後 能把G3整個技能組的技能效果 包括MP充能、爆傷提升和回合星星獲得 以交給自身以外最尾端的從者 天后輸出輔助的同時 還能有高價值的戰術退場能力 只能說純看效果的話 真的蠻不錯的 但仔細看清楚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嘲諷只有一回合 會讓他不一定能穩定退場 無敵只有一回合一次又沒有戰時讓他能扛的殺害不太多 加上技能3需要退場才能產生有價值的爭議效果 但是自己又是五星從者COST爆開 而且爆傷的提升和寶具的固防 還只能對羅馬有軍有效 用尷尬來使用他的話就真的再適合不過了 雖然是這樣沒錯 如果你拿他來輔助羅馬系列的打手的話 配合沙狐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吧 禮裝的話最好是選堪板娘 雖然會浪費技衣的一回合嘲諷 但總比死不去還賴在場上考位置搶星來的好吧 當然了 一些上場或者死後能給予效果的退場禮裝 就說牛魔王或者聖女禮裝也是不錯的選擇吧 總的來說 軍事坦丁雖然本身自己也可以當個打手 但相對打手他更適合當一個嘲諷退場工具人 接著爆星紅放攻擊力 死後的充能爆傷回合產星 對於用羅馬特性的打手來說 更是有額外的爭議 只可惜作為一名五星來說並沒有到太優秀 而且COST高定位尷尬 真的並不是一個一定要抽到的半幅角色 但是要知道一個從者的價值也並不完全在於他的強度 以從者的技能組設計和寶具模組的演出來說 如果能抽到軍事坦丁十一世的話 練是一定值得練的 因為強度是一時的 帥是一輩子 那麼這次就差不多要到這裡了 如果有其他觀眾的搭配問題的話 歡迎追隨雷槍的臉書以及訂閱我的Twitch頻道 關注一下我的Twitch直播間 觀看更多F2相關的情報和直播 那麼我是雷槍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吧!